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说出好几个代表性的这种球星 对 很多 尤其像印尼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比中国像我们那些它还要多一些 就是一些比较出名的运动员 而且不光男子项目女子项目也是一样 对 女子项目从李林卫韩海平之后 我后来从唐九峰双打方面也是一直临音关卫珍 一直下来都很多的球星 国外也是印尼和韩国出了很多 尤其韩国当年在双打上曾经有一大批的双打选手 那么第二局已经10比1 那么大比分相差的太远了 作为日本队第二局我觉得欠缺的一方面就是防守 它不像第一局那么牢固 尤其在跑动当中 像韩国队经常会就是做一些过渡球 还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作为日本队 适当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更改 李乔珍今天现在显得打得还是很自信很自如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日本队的特长可能还是在多拍上的 但是他们今天在防守上很吃力 对第一局还好 就是但是这个第二局失误太多了 对 另外一方面作为双打运动员就是他对运动员的精力要求很高 如果你在场上一旦精力下降的话 你很多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失误 精力的下降会导致机修点的变化 非常聪明 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办场的机会 但是他还是通过这个软调 因为我们从电视画面上也看到 日本队两位选手 站位都非常厚 所以这时候的变化还是非常值得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今年游博杯的第一场半决赛 韩国队对日本队 目前韩国队在第一场是取胜 他们的第一单打裴生锡 21比12 21比16 胜了日本的广赖融离子 在第二场双打比赛当中又占有领先的优势 另外一场半决赛是卫免冠军中国队对上届的亚军印度尼西亚队 比赛是在今天晚上六点钟来进行 CCTV5将会为您进行现场直播 体育新闻是改到下午的5点25分播出 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关注 今天是从一早就开始有朋友给我发短信 中国队的比赛你们是直播还是录播呀 我说计划的是七点半播出 可能那我只能去看比分直播了 现在就可以在回到电视运机之前 来看比赛的画面 请问真后场调求的失误 日本队的拉拉队 比赛这个微信 厚度是其他人的 不关心这个 会给赛一点的